这是前天的反馈 有听说 之前记不住 今天总结了HTML类型 及属性 CSS属性会再接再闭 记不住的话 这个很正常 因为标签也很多 但是咱们要经常总结 总结起来的话 就是什么意思 记不住你就把它总结好 然后办法来看 是吧 办法来看 写多了就记住了 这个不是说 咱们都是凭这个记忆力往处记 时间长了 你用多了就记住了 然后还有同学说 感觉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就是要多练 多练就对了 多练就对了 咱们昨天就说 这东西要多练 并且你记不住的 多练练就记住了 这两天算是跟上来了 今天能独立完成一些作业了 这个作业的话 咱说你首先做作业之前 先把你每天的内容回顾一下 再去做 然后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是你先自己自己做 自己试着去做 然后做来做去呢 发现不是这差一些东西 就是那个地方想不到的 然后这时候再打开 咱们那个参考的那个 作业参考的那个文件 打开看 这时候呢 这时候你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然后你会突然突然间发现 还可以这样去做 思路就开阔了 是吧 这俩是夸我的 是吧 是吧 basics rok